这是伙食最好的监狱 有各种美味的米其林蛋糕 米其林菊蜗牛 米其林龙虾 换成是你 你愿意进去吗 想进去的先不要高兴太早 因为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男人哥朗为了被囚禁在这里 直接砸了十万 可他进来后却傻眼了 这个监狱极其特殊 它是垂直建造的 而哥朗位于负48层 他的室友是一个胖乎乎的老灯 突然老灯拿起枕头跪在楼道边 咋的这迎接室友还要行大礼吗 但很快哥朗就知道会错译了 这时警报响起 一个不满米其林大餐的平台从天而降 老灯立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可哥朗仔细一看 发现这些食物明显是别人剩下的 说好的米其林呢 哥朗抬头一看 这才恍然大悟 他们在负48层 所以这已经是第48顿剩饭了 老灯却吃得津津有味 还劝哥朗赶紧动嘴 今天就只有这一顿 想什么米其林啊 认清现实吧年轻人 说完又埋头继续吃 哥朗犹豫了一下 挑了一个看起来还算干净的水果放进口袋 想着留到晚上饿得不行再吃 很快平台继续下降 然而没过一回 他发现这个房间开始变热 老灯解释到平台离开的楼层不能留任何事物 如果违反规定 他俩都会被活活热煤 哥朗一听下得赶紧把水果丢下去 老灯继续说道 再负48层已经很不错了 上个月我再负132层 你猜怎么样 别说什么米其林了 连骨头渣都没有剩下 就这里经常有像你这样受不了的人 选择跳楼紫沙 话音刚落 就有人跳下来当场见太奶 哥朗吓呆了 急忙问老灯上个月没吃东西 是怎么活下来的 莫非是吃88吗 老灯看了看手中的刀 沉默了很久 最终说了出来 以前有个人紫沙 恰好掉到负132层 自己吃什么活下来的 可想而知 并且他表示 这里掉下来任何东西都是正常现象 第二天干饭时间到了 今天的平台上竟然还有个女人 哥朗有些不解 想看看他是否需要帮助 但那女人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回应 老灯一边吃饭一边解释道 他每个月都会下来一次 说是在寻找失散的女儿 话音刚落 平台继续下降 在这里并非每层人都像哥朗那样友善 负49层的两个男人看到有女人下来 立刻展现出寿星的一面 可不管怎么喊都无济于事 哥朗实在看不下去了 准备前往下层救人 但这个楼层这么高 他不敢跳 然而过了不久 他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女人重新回到平台上 而那两个男人已经见太奶去了 女人就这样一层层下去找女儿 顺便清理渣子 哥朗决定要做出改变 他希望每层楼的人都能定量饮食 这样食物才能平均分配到每一层 下层的人也就不会挨饿 但楼上根本没有人搭理他 楼下的人都认为他疯了 纷纷问候其他的父母 老灯看到室友受欺负就挺身而出 哥朗仍然试图劝说道 别这样做 这一搞底下的人还咋吃啊 老灯却平静地回答 你放心吧 这种室楼上的人做多了 哥朗沉默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哥朗想着好事不如赖火 虽然心里万般嫌弃 但他只能忍着恶心吃肚子里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他开始接受这里的生活 与老灯逐渐熟悉起来 但监狱毕竟是监狱 注定不会平静 这天晚上 老灯突然问哥朗 你相信上帝吗 如果你相信的话 现在开始祈祷吧 因为我已经闻到麻醉剂的味道了 下一次醒来 我们可能会在别的地方 希望不要太低 因为我很喜欢你 你是个善良的人 哥朗有点搞不懂这些话的意思 还没来得及思考 他就失去了知觉 等到他第二天醒来 发现自己全身被绑在床上 而且现在他在负171层 看到哥朗如此激动 老灯走到床边诡异地笑了起来 老灯将室友绑在床上 无视他苦苦挣扎 诡异地说 宝贝 看起来我们的运气不太好 这可是负171层啊 这层一点食物都不会有 人挨饿一两天没事 但时间一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是个过来人 所以当然你死比我死好 饥饿会让我们发狂 吃总比被吃好 不一会儿 又到了吃饭时间 果然什么都没剩 老灯继续对他说 不要害怕 我暂时不会杀你 每次我只会从你身上割下几片肉 别紧张 我现在还不是很饿 我们下周开始 说着晃了晃手里的刀 哥朗想起 每人都可以带一件东西进监狱 而他只带了一本书 也许老灯之前的室友 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就这样 哥朗被绑在床上整整一周 老灯最终拿着刀走了过来 哥朗绝望地一边挣扎一边大喊 但没有人会来救他 就在这时 电梯平台降下来了 被哥朗关心过的女人 恰好又来找女儿 见哥朗有危险 女人二话不说抓起刀 刺入老灯的大动脉 哥朗接过刀 结束了老灯的生命 哥朗终于得救了 而女人继续下层寻找孩子 时间一天天过去 饥了难忍的 他终于爬向了老灯的尸体 苦苦撑了一个月 这次很幸运 他来到了副33层 新的室友是一位妹子 以前就是在这里上班的 妹子向他揭露了 这里设立的目的 内部人员称这为 垂直自我管理中心 监狱共有200层 如果每个人都吃定量的食物 其实是够吃的 他们以为这里的人 早晚会自发地团结起来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如果是以前的哥朗 也许会赞同这种观点 但经历了过去的一个月 他只会说笑死 自发团结是不可能的 只要能活着出去 他就心满意足了 该吃饭还是得吃饭 然而妹子依然坚持信念 认为应该每天按照定量分配食物 并告诉下层的人 试图去改变这一切 看到这一幕 哥朗觉得妹子很像刚进监狱的自己 不过这会轮到他挺身而出了 他告诉楼下的人 如果你们不按照妹子的说法行事 我就把巴巴拉在盘子上 你们就等着每天吃老巴 秘制小汉堡吧 楼下的人再也不敢逼逼 只好乖乖听从 妹子觉得这种方法有用 于是跟哥朗商量 能不能一起劝说上层的人呢 但哥朗没有理会 因为他没有办法朝上面拉巴巴 不然牛顿可能晦气的诈尸 妹子感到心灰意冷 他向哥朗坦白 自己在这里工作了25年 除了之前提到的 其实对这里一无所知 最近他发现自己得了绝症 所以临死之前想让这里发生一些改变 但现在的情况下 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转眼又过去了一个月 哥朗醒来后惊呆了 这是-202层 他低头往下看 发现这里依然看不到镜头 看来连内部的人员都不了解这里 他看向妹子 发现他竟然上吊子杀了 也许他也明白-202层意味着什么 看着面前查都不剩的餐具 哥朗完全崩溃了 因为他明白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饿死 要么依靠妹子的尸体活下去 再这样下去 自己和野兽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开始拼命地喝水吃书 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时间一天天过去 哥朗被现实折磨得体无完肤 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 爬向妹子的尸体 男人在-202层的监狱里被折磨得体无完肤 每天靠吃书度过 撑到了换楼层的这天 这个月他幸运地换到了-6层 他的室友换成了一个名叫小黑的心愿 哥朗看到小黑拿着一捆绳子 请求-5层的人帮忙将他拉上去 他心想这样就有机会逐层逃出监狱了 可就在他即将爬到上层时 上面的人突然撒手放开了绳子 小黑差点掉了下去 原来上面的人只是想取乐而已 两人在-6层吃饱喝足后 决定一起想想办法 改变这个肮脏的监狱 他们计划跳到平台上 逐层降落 为每一层的人分配定量的食物 碰到不听话的就打到听话为止 并且打算保留一块蛋糕 最后跟着平台传到管理者手中 以此象征育友们的决心 也是对监狱管理者提出无声的抗议 说干就干 他们利用现有资源制作了两把武器 跟着平台逐层降落 前面的50层人都还好 因为他们每天都能吃到食物 也相对合作 可越往下 眼前的景象变得越来越残酷 一些年轻力胜的人会选择吃掉室友 一些不要命的则跑来抢吃的 但更多的人都已经选择了结束生命 平台不断降落 他们已经无法想象监狱究竟还有多少层 再继续往下 哥朗看到了之前救过他的女人 竟被两个壮汉宰了 于是哥朗和小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他们击败 自己筋疲力尽身负重伤 最终两人来到监狱的最底层 负333层 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女孩 看来这就是那位女人的孩子 现在只需要随着平台返回最上面 把完整的蛋糕就给管理层 目的就完成了 可看到女孩饥饿的样子 哥朗和小黑决定把蛋糕给女孩吃掉 因为拯救一条生命 蛋糕的价值也许会更大 然而到了第二天 小黑因失血过多领了盒饭 哥朗决定将女孩放在平台上 让她返回顶层 而自己则转身面对无尽的黑暗 不出所料的话 监狱的终点也许就是地狱 影片也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 讲述了一个非常现实和残酷的故事 很多人说结局是半开放的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电影的结局在中间部分 就已经给大家交代清楚了 厨师经理非常生气 端着一盘意大利奶油蛋糕 质问厨师们 蛋糕里的头发是谁的 最后找到一个厨师进行问责 这就是结局 实际上 小女孩并不存在 蛋糕本身就是哥朗用生命换来的 而林浩房的厨师们 认为下层的人不吃蛋糕 是因为里面有根头发 所以没有人会关心那666个人的生死 执行者们也只会设法掩盖问题 而不是上报问题 除非问题的严重性威胁到管理者自身 他们在意的只有自己眼前的东西 就和下面住的所有人一样 感谢观看